嘿,我准备作死一下 作死一下 阿丽,来,你拿一下这个东西 你拿在手上,你玩一下 哇塞,这么大 你猜一下这个东西多少钱 五百 五百 五百吗 这么大 你觉得这做漂亮吗 不错 多少钱,你猜五百是吧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你猜五百是不是 对 我要公布价格了 多少钱 两千四百五 哈喽兄弟们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就是这款玩具 来自3A家的普通版本的 骑士秦天柱 终于收到手了 兄弟们 从去年六月份预订到现在 整整等了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呢 这款玩具也是我自己入手的单体玩具中 最贵的一个 两千四百五十块钱 哇塞 所以说呢 今天准备庆祝一波 来一个抽奖的福利 送出一个秦天柱 当然不是这个,这个送不起啊 送出的就是天元之力的 LGB的秦天柱 大家不要嫌弃好吧 我只能够送得起这个玩具了 那么抽奖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关注我B站上面的频道 然后呢 在B站上面这个视频下面 进行点赞 收藏 投币 并且评论 就可以了 下周六准时公布 中奖的名单 兄弟们赶紧来参加 好的 那接下来呢 也不废话了 赶紧开始来 砰 拆包了 哦 耶 come on baby one two 哎 出来吧 快 快点 哥哥 等不及了 OK 拆开了之后呢 包装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挺简单的 你看外面一个风套 然后呢 里面是灰色的泡沫 来包裹住的 拿在手上也不算很重啊 那么侧面看一下 这个是背面 后面是相当于一个线稿图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边它是这样打开的 通过旁边这边的 魔术毡 拔开 好的 风条也拆掉了 现在正式开始打开它 第一步先把这里 给它翻开 哦 原来是说明书 那么这边就是一些武器的配件 比如说大盾牌 那么这个是审判之剑 那么包括一些什么 其他的一些配件 还有它的这个小匕首 等等等等的 第二层 兄弟们 哦 Oh my god 我们 我先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哇 兄弟们 2450块钱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普通版本呢 实际上就是比 官网的版本会少一个头雕 就少一个 没有这个雪红印的头雕 但我个人感觉少一个头雕 便宜几百块钱 我是觉得挺值得 反正我个人是不大计较那个东西的 那么兄弟们看一下 你看 这背后啊 排气管的部分 它都不是金属材质 但是 喷涂的效果简直是 以假乱真 哇 呵呵呵呵呵呵 那么这个东西呢 等我简单的研究一下 再跟兄弟们简单的进行个分享啦 稍微卜大 那么这款3A骑士擎天柱整体的高度 达到了48公分 重量1465克 绝对的正宅神物 而在还原度方面的表现 我就不吝啬什么赞美之词了 作为一款不可变形的可动模型 定价还如此的昂贵 重点是咱们还愿意掏钱买 就是冲着它无与伦比的超高还原度 以及精致的做工 尤其是以假乱真的做旧袖字效果 很难相信这是一款量产的模型 这种涂装的效果 请重涂大神帮忙喷涂的话 每个四位数绝对是拿不下来的 就这一点我就觉得这2450元 花的是值得的 当然肯定有很多迷友跳出来吐槽了 这家伙能变形吗 连变形都做不到算什么变形金刚啊 我觉得争论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像高达模型的精华 是拼装与喷涂美化 但依旧不乏像我这种没有时间动手 就喜欢玩成品高达的玩家 存在既是合理 接受事物的多样性 我觉得比一味的否认要好得多 在对比方面 我这边拿出了官方TRK15圣剑擎天柱 以及UT擎天柱来进行个比较 同样是骑士擎天柱 在造型以及细节涂装等各方面 3A擎天柱都是无情的碾压啊 所以如果不考虑变形的话 3A擎天柱绝对是目前最好的 骑士擎天柱的可动模型 那么在头雕的方面呢 我这一次的普通版本附带的是这样一张血红印的复仇脸 那少了一张普通的脸 我个人感觉啊 少一张脸便宜几百块钱 真的是挺划算的 我不是很计较 那么细节方面肯定是做的非常赞的 你看一下这个脑袋壳部分 真的是很漂亮啊 那么它是有一些机关的 首先我们把掀起它的脑袋壳 头顶盖 然后呢这边装两个AG13的扭扣电池 要你自己附带的 它也是通过磁铁吸附 来产生这样的一个吸附的效果 然后呢按动这边的一个开关 我们看一下眼睛 就会发出一个蓝色的 比较小的光芒 也算是炯炯有神吧 那么再按一下 就会变成紫色的 非常邪恶一个复仇的眼睛 然后再按一下呢 它这个眼睛就会暗掉了 这个是一个亮点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 它可以替换漏嘴的版本 很简单 也是磁铁吸附 然后呢拔掉之后 给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漏嘴的版本呢 看起来也是挺帅气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还是这个口罩的 更好看一些 而在头部的可动性方面 首先它的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说活动范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OT你好像很舒服的样子嘛 那么它的脖子兄弟们 你们看到了 也是可以前后左右的移动 所以说带动它整个脑袋 活动范围非常大 重点是它这边旁边两个围脖 其实你是可以把它推开来的 这个样子呢 活动范围就更大了 你可以把脑袋 歪成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在这些细节方面 做的是相当的赞的 那么它底下这里你看 都是软胶材质 像这种很细小的一些零件的部分啊 这款玩具用上了大量的软胶 所以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在把玩的时候你看包括这里 都不用担心 其实是会把它碰断掉的 所以说呢 中奖几率 只要你不中奖 应该是没啥大问题 在胸口的部分呢 这一块的机械质感 包括细节涂装等等 各方面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那么同样的 在一些细小的部分呢 也都是采用了软胶的材质 所以说你基本上不用担心 这些细小的一些细节方面 能够被你掰断掉 让你心疼 让你哭泣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呢 这边为了照顾到可动性 整个的胸部啊 你是可以往前掰大概两格 这个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块也是个软胶的材质 这样子腾出了空间啊 我们这个手呢 就可以往前大概推两格 这样子抱胸姿势 包括握剑的那种姿势 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这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边也都是可以活动 你看双重关节 包括这块 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活动的 这边肩膀的位置 那么这样腾出空间之后呢 首先这边平抬 大概是90度 然后呢 360度 嗯 齿轮关节 包括这边这块 也是可以活动的 然后呢 手肘弯曲 背话 这是可动模型 当然是可以活动了 手肘弯曲的话呢 是可以超过90度 而且这边呢 还有一个机制 你看 弹簧 包括这里 也有个弹簧 很多的小细节的掰起来 真的很像是一个机械啊 在那边活动一样 手腕的部分里面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说它可以往内 也可以往外 然后呢360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边这块护甲样的手甲呢 是软胶的材质 不用担心 那么五指的活动性超级强 首先你看 这个是大拇指 可以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呢 每一节关节 这边也可以 那么四指的话呢 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超大的 可动模型 这一方面绝对是要照顾到啊 你看 它是可以往外的 这都是球关 然后呢一节 两节 还有根部 三节 活动性超级强 做出一个摊掌 没有任何问题 背部的这六根排气管 兄弟们 不说的话 你能相信它是塑料材质吗 全部都是用涂装 来以甲乱针 看起来像金属一样的 真的是 太赞了 那么这边的板件呢 也都是软胶的材质 所以说不用担心 它会断裂 在腹部的部分呢 自然是可以做出前驱 你看 弯腰 然后呢 往后 也没有问题 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度 然后呢 侧 也有好大 这个其实阻尼感很舒服啊 那么旋转腰部 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哇塞 你看 这个姿势跟真实的人类 都差不多了 那么给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 嘿嘿嘿 这里是可以活动照顾到 你这边活动的时候呢 不会蹭到 所以说很多的细节方面 真的是体现了淋漓尽致了 在前驱甲的部分 这边采用了多段关节 首先这边根部啊 是一个球形关节 你可以去掰动的 那么这边你看 也是有好几节的关节 但是这块我稍微不太敢掰 因为感觉有一点脆弱 所以说平时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放着就行了 侧旋甲的部分 这边是可以往下放 然后呢 也是可以进行旋转 但是好像听声音啊 我有点害怕 那么可以看到 这边也是有管路的刻画 还有这边是软胶材质的刻画 这边都是 忠实的还原了电影中的造型 来看一下 这边大腿根部 首先往外旋转 大概是这样的幅度 然后呢 这边根部啊 还有一个关节 可以往下拉 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大大的腾出空间 让它的整个下半身啊 首先前踢 这边调整好角度之后 你会发现前踢是可以超过90度的 而后踢的幅度呢 甚至可以超过90度 侧踢达到90度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膝盖弯曲有很漂亮的联动设计 兄弟们认真看一下 这边你看出来了 然后呢 这边也出来了 整个的一个活动范围 大概是90度 到了脚步的部分 首先这边前面这块啊 是可以抬高来增加它的活动性的 这块呢 是软胶材质 包括这里这里这里都是软胶材质 然后这边后面也有个东西 可以往上抬 就可以解锁它所有的一个活动范围了 比如说左右旋转 兄弟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里是用软胶材质 因为这边会有干涉 但是没有关系 实际上我还是有点担心啊 算了 反正就是兄弟们看到了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你可以左右的旋转 然后呢 前后也是有很大的幅度 非常紧 这边左右的脚步接地性 也没有问题 脚尖的位置呢 也可以往上抬这么的高 可以说这块脚步的一个接地性 包括它的活动范围 都是有保障的 那么到了展示可动性的环节 自然是要摆出一个垂地的pose 可以说摆得非常的帅气啊 这款3A情电柱在可动性方面的表现 绝对是令人满意的 重点是它全身这么多的板件 都可以活动 运用上了软胶材质 只要你不是手残 只要你不是太过于粗心 一般来说是不会把它掰断掰坏掉 在可玩性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刘哥魔玩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我回复包你满意 不说了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最后再跟兄弟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款情天柱所有的配件都已经放在这里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这把审判之剑 整体的长度是41公分 非常的夸张 那么重量方面还是有一定重量 虽然说它并不是金属的材质 细节方面的刻画依旧是非常赞的 首先是各种的袖字的刻画 还有一些赛星文字 包括这边可以看到是镂空的效果很漂亮 搭载的方式就是拿出这样一个黑色的C型的活扣 扣在它的剑柄之上 然后这边两个凸器插在手掌中的两个凹槽中就可以了 搭载完成之后可以说紧实程度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随便晃动它的剑都不会掉 这样子放在那边 你看随便摆一个造型都非常的帅气 第二个配件则是这个大盾牌细节方面 依旧是毫不马虎 这方面的话兄弟们 你们自己看吧 这么高端东西就没必要再展示来展示去了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机构 对不对 首先这边有个卡扣 我们松脱一下 两边都是一样 然后把它往这边旁边用力的去推过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边左右两边用力的往外拉伸 已经拉伸出来了 没问题 这边拉伸一下 OK 那么再把这边底下给它拉出来 这边也是拉出来一下 这个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展开的这种攻击模式 另外这边还有两个配件来增加盾牌内部的内管炮的长度 这个长的后面这里装两节AG13的扭扣电池 这边有个黑色的波扭 我们给它拨动一下 就会发现这边有红色的三个光 非常的亮 然后来进行个简单的替换 首先先把这边前面 短的这块给它拔下来 换上我真正的一个长度 对吧 这边给它扣进去一下 扣得非常紧 然后后方这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从底下看 这边给它拔出来 然后换上这个东西 这里后面这个尖尖地方 冲的后方 这里扣好一下 非常紧 然后再把这里给它扣上去一下 整个那个延长部件 包括炮管的这边的一个 红色的灯光都闪烁出来了 攻击模式也就变形完成 而要把盾牌插在手臂上 就需要把这边手臂上面的 这块装甲给它拔下来 然后换上这边 有一个凸起的这块的装甲 给它替换上去 这样子扣紧就可以了 我们再拿出这个盾牌 可以发现这边一个大圆洞 直接给它怼进去 这个样子就搭载完成 当然两个武器都可以挂在背后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连接部件 给它插在背部 那么这边有个凸起 再拿出这个东西 把这个凹槽给它怼进去 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审判之剑通过这边的滑槽 给它挂在背后 也是非常好看的 盾牌的搭载 我们先把这边左右两边分开之后 把这边有一个圆形的部件 给它拆掉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形状很明显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它插进去 这样子 然后再把这个部件 给它插在这个地方 再把它左右两边合并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把盾牌 给它插在背部 圆形的东西给它怼进去 再把这把审判之剑 给它挂在背上 这个样子盾牌 跟这把审判之剑 就可以完全的背在背上 非常还原电影中的造型 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最后一个配件 就是这个全刺 那么尖端的部分 非常的尖锐 一定要小心 不要对准你的手 不然的话 真的是会刮伤的 那么搭载的方式 就是把这块的装甲 给它拆掉 然后替换上 这个带凸起的装甲 给它扣在这里 然后把全刺的上方 有一个圆形的凹槽 对准这个凸起 给它插进去 这个样子 这个全刺的整个 搭载就已经形成了 来扣一下 OK 这个样子搭载完成 好的 那么这款3A擎天柱的视频 就已经介绍完毕了 作为一款高颜值 高还原 高品质 高可动的优秀产品 赞美的话 我已经说了整整一期视频了 总之对我来说就是 值得满意 爱不释手 相信看完视频的兄弟们 也会心动不已 但是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兄弟们 预定价格2400元左右 现货价格都超过3000元了 3000买一个模型 我觉得不是真爱或者是经济并不宽裕的迷友 真的得慎重考虑一下 实在不行 看看我的视频就当做把玩了一遍 解解馋 也不是不行 这个钱 咱能别花就别花了 毕竟生活更重要 对吧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击订阅 还有关注 还有关注一下我的新拉伯博 刘哥姆丸 同时也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也是刘哥姆丸 记住 这一期是有抽奖福利的 在B站送出一个天元之力的L级情列柱 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了 那么兄弟们 下视频再见了 拜拜